像鼻子,鼻子是五官的正中间,所以它说土,万物类项目 我们就算不知道都可以想象理解的到,这就是中华文化 鼻子一定要把鼻孔不能外露 你看我小的时候不来不来,后来是经过一些灾,有落,那就破财了 包括鼻头红,那就容易破财 当你慢慢的身体,身心的改变,慢慢变回去,那就好一些 有的时候,鼻头红,那是一时的 这个两边,蓝亭阶位,蓝胎亭位 这个,如果这个形状,这个棱角分明,那也是非常好 那就是说,这个对彩的观点清晰 中间呢,这叫山根,山根这个,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男呢,稍微高一点好,女的稍微低一点 如果太低呢,这就是没有主见 太高呢,太自我 但是你看用在哪方面 有的人,就是自我,他为大家服务 那我作为一个领导,那我领袖,那是非常好 有的人,所以说整体看,这个人的善恶你要先变 一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你不要说是,崇尚阴的那些东西,为他们服务 那就,这个天道,这个阴阳就乱了 嗯,这个鼻子呢,跟这个,两边要配合 你看我这个就,就有点,有点孤风动索 就是,那个配合你的人没有,人缘不是那么太好 这,这要是有肉,这个就是 如果你这太高,两边太低,颧骨没有 这,这就是,往往就是和尚命,从到面 没有肉,如果,单独的,就是没有 这,这就,给人的感觉就,不那么饱满 鼻子,就是,这个圆圆呢,还是挺好的 如果你有钩,那叫因果鼻,你要注意了 这个,你看刘德华,他整体长相还好啊 其实他那个,他也因为那个,也做过手术 比如说,他那个,经商了,就是,灼人心了 他还是,相当这个,这个,这个,狡猾狡猾的 他这个,可以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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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果也不好,这个,这个,太,这个,啊 有的人是长成这样,就是,太,是吧 就是,包括两边,这样的人就是,太,尽尽计较 太,太,太,利益化,太刻薄 他才配合一个薄的,所以,更是 所以说,这个,这个,这个,鼻梁呢,如果起劫 那自然不好,啊 鼻梁,代表脊柱 我们后面会说一些小人像法 这个就是,他正直,啊,气血,脊柱铜 所有身体,百病不生,百度不轻 你起劫,自然是你脊柱哪个地方完了 慢慢去想办法调整 这个代表40岁,百岁六年头自己去找 有的人这个,这个,这个,当时,啊,运气不好 他就马上就薄薄的,身边就有,啊,你过后之后呢 他这又慢慢又好一些 所以说,他都是相互影响 西方人,这个,这个地方就突然一下勾 这样人很大胆,胆子比较大 哎,你要心细很好,胆大心细,那是好 心不吸引,那就,那又出大问题 你看,犹太鼻,长得特别细腻 那坚持,感觉很漂亮,那个就,啊,活得很细致,经商 对吧